借U-buy如果隔一天忘了还 累积下来的费用也是相当惊人 有民众在网络上po文说 自己骑U-buy去上班 在路边临时上锁 结果下班之后忘记还车 隔天才发现自己一口气被扣了1155元 才晓得原来U-buy租借超过8个小时之后 接下来每个小时都以80块钱来计费 台北市交通局就解释了 U-buy才累进式收费 大部分的民众都是短途使用 那么借车时间在30分钟之内 但如果很担心说自己会忘记还车的话 也可以下载专门的APP 借车未还超过4个小时 也会有推波通知 一卡在手U-bike畅游 不少民众上下班都靠U-bike通勤 但有民众在路边临厅上锁后忘记了 隔了一天才还车 结果一口气被扣了1155元 这才知道原来U-bike借车8小时之后 接下来每个小时都以80元计费 这也挺贵的 可能我会在工作10或12小时 我会买车去工作 我只能买车后返车 收费10元 借车4到8小时 每半小时变成收费20元 如果借车超过8个小时 后续每半小时就会收费40块 不过扣款有上限 最多只会寄费到9999元 相当于借车5天半的时间 对此台北市交通局表示 会借这么久时间的人真的不多 交通局也建议民众 可以下载APP之后 开启推波通知 如果借车超过4个小时 就会通知民众 收费费率将更改 最重要的还是使用完后 尽快还车 避免发生类似的荷包失血状况 记者桃生冯浩宇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